植栽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興趣 也在疫情期間成為許多人心靈上的慰藉 花蓮市松月別館最近就展出一個連展叫做植栗有生 透過平面繪畫、插畫及植栽裝置 帶領觀想者感受到植物的生命力 在疫情之際也可以感受和自然的對話 展出日期直到8月31號 歡迎民眾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植栗有生 象徵植物與大地連結所展現的生命力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硕士班張俊和 黃正強及藝術家洪淳 三人攜手推出植栗有生連展 即一起在花蓮市松月別館展出 透過多元媒材作品 帶領觀者感受植物的滋養與生命力 將自然賦予的能量轉化為藝術創作 期盼在疫情期間撫慰人心 找回與自然的內心對話 我們就是三位朋友 然後都是以生活跟自然為出發的創作 那我們這次的策展的理念就是希望以植物 然後拉近大家對於創作的距離 那我的作品主要是以庭院為主 那庭院的作品就是以家裡的生活的庭院 然後盆栽 然後疫情期間可能從龜貝玉開始 然後越來越多的盆栽 那讓生活融入我的創作 然後這次系列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就是規篇於很多葉子 就是有不同的型態 從小到大的葉子可能會越來越大動 就很像一個人的面孔跟個性 那希望能夠在作品裡展現不一樣的生命力 其實種植的過程跟我們在做繪畫創作是很像的 我們可以去控制它的生長 然後去甚至去培育它 把它控制成是我們想要的形態 那跟畫畫師有點像 就是只是差別在種植的時候 它會很在乎每個養護的環節 其實像我們以前在畫畫的時候 其實很重視的是結果 算是一個結果論 就是我們中間過程 可是你可以不擇手段的去操作 可是我們要的是最後的效果 所以這是我自己在這次疫情下 種植植物一個很大的收穫 然後也從植物當中得到的很多樂趣 也想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那這次有關植物的創作 其實都是藉由這個四國辨路途中 那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原始的朝聖之路 所以在途中 在一個人自己獨處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包圍你的每一天都是大自然 那我自己本身是台北人 其實以前沒有這樣太大的機會 去可以就是自身在自然環境這麼多天 就是行走一週時間加起來大概是50天 對所以這一次就把我就是旅行中 跟植物就是有夠互動一些比較印象的畫面 張俊和以描繪家中庭院植物為主題 爭執的紀錄平日與花草樹木凝視與對話的過程 帶領觀者感受植物的療癒感及生命力 黃正強以裝置和繪畫還原自家陽台的小世界 講述疫情期間的執迷生活所帶來的平靜與體悟 從事插畫創作的紅唇 臣赴日本四國完成1200公里獨步旅行 並出版成刊物 他認為自然以一種有機充滿生命力的形式存在腦海 質地有生三能連展 節起展出至8月31日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欣賞 這次展邦彥華臨時報導